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音时间是礼拜一下午的3点39分 家全指数涨68点 最后尾盘又拉高 原本一整天很闷 最后又推升 外资大买123亿 三大把人买了159亿 所以外资拉抬全指股把指数垫高 企图心是很明显的 可是你要特别注意到 外资台指期已经连月两天了 礼拜五大卖了5000多口 今天卖了几百口 外资用拉抬指数来出台指期 这个动作你要小心 标准的两手策略 标准的两手策略 好 今天整个市场的重心焦点 大陆股市 大涨了5%多 大涨了5%多 美中贸易第七轮的谈判 上个礼拜四礼拜五 连三两天 结果又延长礼拜六礼拜天 这个代表在谈判过程当中有共识 所以希望能够谈出更多的内容 才会延长两天 如果没有共识 多一刻都谈不下去 你说对不对 所以再延长两天 那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美国股市就大涨了 那这一次谈完之后 据说啦 三月份会有川席会 那如果会有川席会 那么就准备要签约了嘛 不然两个元首线干嘛呢 对 王不见王 当王跟王要见面 就是要签约了嘛 那也传出来说 然后休兵期原本三月一号 就要再提高到25% 那现在整个休兵期 再延后一个月 就是希望能够争取 再延长一个月时间里面 赶快让这个事情 这个烫手山鱼 大家就不想看到的事情 赶快落幕掉 所以整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美国股市大涨 大陆股市也大涨 大陆你看一天涨那么多 涨到快6% 如果算成台北股市的话 一天去要600点 很恐怖 所以很多人会想 那大陆股市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台北股市本来涨不动 原因在什么地方你知道 你看大陆股市去年 大陆股市去年是大跌了33% 大陆股市去年是大跌了33% 去年大陆股市全球 重灾区 一年指数跌33% 台北股市去年跌8% 美国跌5% 香港 你看香港跟中国大陆是同一个国家 香港去年才跌13%而已 大陆跌掉33% 因为美中贸易战被美国压在地上打 那既然现在美中贸易战能够有好的转环 大陆股市补涨应该的嘛 那应该的嘛 你看大陆股市光是过年后 光是过年后 不敢讲啊 全世界的评论分析都是看空 甚至于崩盘之说都有 你看你讲完之后 是不是大涨 是不是大涨 涨到这里来 第40天了喔 去到第40天了喔 要注意喔 要注意喔 危机意识一定要有的啦 不能没有危机意识 虽然说目前整个气势 整体来说还不错 可是危机意识还是要有 你看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澳洲0.3% 南韩0.1% 日本0.4% 你看连香港都只有0.4%而已 新加坡也只有平盘而已 所以可见呢 其他国家股市其实已经有警戒心了 已经有警戒心了 那台北股市这次涨上来 也超过1000点了 1070点了 已经涨到第30天了 所以当时在低点的时候 9000是有跟大家讲 权力做多 很多人不相信啊 我当时喊了一个口号 记不记得 我当时喊了一个口号 593 I get away 当时喊了一个593的口号 什么叫593 我当时喊了593 50%很轻松 我当时喊了593 贪50%很轻松 很多人不相信他不可能啊 明明这个空头市场 还有可能会崩盘 怎么可能会593 135家 都起超级50%以上 已经有135家 涨超过50%以上 你事后回想我当时说的 是不是都对 千金难买早知道啊 我在那既年六个悬里 沿路叫放空 当时一万一千两百点 我说空也没人相信啊 就拨要两千点啊 跌到9000是 我说全面做多 不可以再空了 很多人也是不相信 事后又印证 又是零和宴队 听着我就对了嘛 我用时间周期再看 再抓整个大方向的规律性 很准的 如果可以空我会告诉你 可以看到我可以跟你说嘛 你看很多放空的股票 全部都口空啊 神盾 月积已经出现亏损了 空拐四千几天 一个杀掉了 3105公司也是啊 空拐三千两百百一十几天 都是叫杀掉了 获利都衰退了 3406玉京光 你看月积衰退那么严重 吊到空单 3600 25点 也是一路咬去 已经起了一倍了 所以不要空 这个时候不是空的时间 每年三四月 会有一波强迫回补槽 所以现在空单高了 那个几乎都要被加空上去 你按什么做到不太好 为什么要做空呢 应该可以赚大钱没赚到 反而被加上去 得不偿失 已经有135家 涨超过50%以上 你有没有一只股票 赚超过50%的 有没有 如果没有就要加油了 要赚个20% 30% 轻轻松松 轻而易举 如果要赚到50% 但要精挑细选 还要用心 可是机会还是很多的 机会还是很多的 你如果自己没有把握 来找林特宴 我们到底来探钱 是呀 涨高的股票也是要买啦 因为大盘涨到这里来 你完全没有借心也不行啦 所以涨高的就卖 钱收回来 再找底部的股票 再来买就好了嘛 是 今天盘面上推动的重点在屏概股 屏概股今天又是推动大盘的一个工程 因为传出来iPhone大乐卖 奇怪 一会儿说卖不好 一会儿大乐卖 因为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于印度市场大乐卖 印度市场iPhone 6s大乐卖 哇iPhone 6s那个几年前的机种了 竟然在大乐卖 因为印度的手机市场 发展比全世界都慢很多 现在全世界都在盖5G了 对不对 印度才刚开始在盖4G而已 所以印度才刚开始在盖4G 你卖新的手机给他没有用啊 因为他没有办法用嘛 所以反而iPhone 6s在那边造成大乐销 那种旧机种 绝对没有什么库存嘛 对不对 所以极单就下来了 极单一下来之后 大力光 郁金光 可乘 新浦 美绿 文贸 都变重头戏了 所以当时1月份的时候 苹果降财测 很多法人在砍瓶盖骨 记不记得 把每个人吓到瓶盖骨的楼台 没人敢买瓶盖骨 当时只有林德燕 说法跟外资完全颠倒 我当时讲 瓶盖骨最好的买点 各位 我当时讲瓶盖骨最好的买点 没有人相信我 我全套技术分析课程里面 瓶盖骨这一篇是很重要的 有来上过课的都印象深刻 给其瓶盖骨最后走 我都把图给你看了 每年之可乘 每年都是1月见低点 每年都是1月见低点 每年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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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每年都一样 那利空出来就是减便宜货的时候嘛 是不是 可是外资却把大家吓到 股票砍光光 你看大力光 是不是1月见低点 外资含2600 2400 2300 盖骨都是1月份开始涨的 你看1月份 买一倍了哦 可乘也是 可乘也三十几%了哦 也三十几% 但这个地方涨到这里来 凭盖骨我不会再建议你们去追了 企业冠国堆也没意义了嘛 是不是 要买我们都是买底部的基优股 我说过 联合院的做法 你可以参考看看啦 这是最安全的做法 我只买底部基优股 找最贪钱的公司 当他股价在低的时候 你放心去买 都大跌一波了 你也没有什么风险嘛 就够没去而已嘛 可是一涨起来 30% 40%就怕你都贪污 这是在股票市场 长期投资 赚大钱的方法 铁率啦 很多人会忍耐不住 看到盘面墙去追 就一追就追到高档去 我不做那种事 我坚持直买底部基优股 尤其找那种最赚钱的 投机的业绩烂的一概不碰 你可以试着像我这样做看看 长期效果都是很好的 长期效果都是很好的 对 你看 环球晶 你看环球晶 你说环球晶 我说24天 会见底 会反转 每一支股票都有它的规律性 是不是24天见底 上来 我第一波205买 360卖 75% 第二波 确认反转之后 260 270 280 今年没有人跟你说环球晶 只有我在说 过年后标出去 我上星期355买 我买我有说 我也没有说卖了之后就不敢讲 对怕说行情如果标出去就难看 没有我卖就卖 不要舍不得卖嘛 卖了之后如果标出去 再买就好了啊 不然买其他股票赚钱也是一样啊 你看今天剩下331 最低330元 我355买的 还有27 都到第27天还不卖吗 第24天卖更漂亮啊 到第25天第27天卖 这是最后的机会 所以我们赶快卖掉 是不是下来了 每一支股票都有它的规律性 但今天传出来 今天有传出来 台胜科 调降第二季的合约降 行李在人走 他要调降你也没有他办法 对那台胜科调降 环球经说他没有降 对台胜科今天跌了快4% 环球经说他没有降 可是难免会被影响到 是不是 那等押回来24天之后 再来定求就好了啊 行李一步一步来嘛 2049上瘾 我上次也讲了 上瘾都走27天的循环 27天会见低点 讲完之后 果然27天就上来了啊 27天就上来了啊 27天搞啊 这波上来27天也到咯 27天也到咯 27天也到咯 所以不要再队管了 上瘾六七天搞啊 有十股有逢高出 等压怀下一波 重新再来嘛 是不是 要买 从底部重新开始 不要每次都去追高 每次都去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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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从底部买呢 每次都会大赚 从底部买每次都会大赚 只是很多人 底部不敢买 因为不知道那是底部 反而追高 哦 勇气很 勇气都很大 可是每次追高 每次都麻烦 像您的一样 长得同样 黑暗的啦 都是底部买 都有底部买 你看五四六九 汉语博德 是不是底部买 看完盘第二天底部买 24.5 礼拜五 28.5出一半 我们今天通知28.4出清 今天最高28.45 都没得到 这样子两个礼拜又16% 不是很好 那有很厚啊 这样子很好啊 等压回来再重接就好了嘛 这支股票滚的我会再求 因为题材很好啊 EPS3.5 北比才七倍而已 手动又持有 华星科 三万六千两百二七张 华星科今年高配股 只要配六十%就好 EPS贡献度 两块一胸 所以今年获利会创新高啊 美股净值四十块 那股价到二十八块而已 修了修了 修了 买到处就好了嘛 不要随不得 旺宏你看 谁会推荐旺宏的 全市场只有零和宴而已啦 我们在十八块十九块一只买 会员说老师会起买 到底会起买 我说一定会涨 破好条 你看不要出去啦 拜五涨停二十三万钟 今天你又起八% 今天又涨八% 十八块买起来已经三十五% 不要笑人是大牛 大牛也贪三十五% 最基本的道理 最基本的道理 今年一口贪五块钱 白米才四倍的 你要走什么 随便配个三块钱出来 值利率有13% 这次的启动是 老板特别讲 现在全球任何一辆新车出厂 里面一定都有 旺宏的记忆体 这我们早就预估到了 因为车用电子 汽车里面电子零件会越来越多 那你资讯竟然要运算嘛 那运算在哪里运算 就在记忆体上面运算嘛 所以旺宏的记忆体 在测用市场 需求会越来越大 已经占了一席之地了 也是这个原因 让市场外资 开始连续两天大买旺宏 那这个情节 我们早就想过了嘛 才会18块钱 开始已经在布局了嘛 所以有些你们没有想到的 其实我们提早就想到了 总而言之买底部基欧股 像这个 这是底部基欧股啊 这大乡串啊 随时都会标的 没有办法一档一档跟大家讲啦 这些也是啊 这是VIP了 要冲了 一月营收历史新高 古年去年一整年 16块到18块也是历史新高 双重的创新高 股价在底部 你看我从这里一直讲 148 149 现在都已经快160了 一档一档底部的股票 加油啦 不要去担心指数 内股在轮动 找底部的基欧股 一档一档 赶快投入就对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